嗨,大家好,我是安迪 今集和大家说一下 美国媒体承认对华关税的政策是全局皆输 美国对华的关税正在审查之中 在特朗普执政的时期对华加征的301关税 由拜登政府延续到现在都是继续的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审查这个关税的措施是否有效 但是实际上是没什么必要等待这个审查结果的了 答案一直都是很清晰,是无效的 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看 关税都是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美国的批发商,零售商和消费者 都付出了关税的全部代价 特朗普曾经宣扬关税将会零传递 美国的价格会上升 中国的价格会下降 但是幅度都不会达到关税的全部金额 而这样是并未发生过 为什么呢? 有证据表明 中国将出口转向贴力厂商的市场 因此无必要改变价格 在事实上,中国对世界的出口并未下降 被加征关税后的价格和以前都是一样 受影响商品的美国零售价格亦都无变 美国批发商和零售商是承担了关税的全部成本 由于进口成本上升 美国出口竞争力亦都大受影响 美国最大的谣言就是关税会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就业 但是其实是并没有这样的 证据表明 在受关税和中国报复影响最大的行业 美国制造业就业崗位就减少了百分之二的以上 最后还有一种迷思认为关税产生的收入是超过成本 这些是纯属无稽之谈 就其本身来说 2018年的关税 牺牲了约是0.05%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加上在2019年的关税 经济损失飘升到GDP的0.2%左右 面对所有这些证据 支持对话 加上关税的人就喜欢打出最后一张牌 即是301条款 将北京拉到残判灼前 这样也是十分之荒谬 在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即是TPP后 纳入特朗普美中第一阶段的经贸协定的採购协定 令人很尴尬 而且并未使美国农业出口伤是毫发无损的情况 美中没有第二阶段贸易协议 与这个TPP所承诺的相比 甚至对前者的期望都相迎见诸 说上加伤的是 美国被逼在世界贸易组织为这些关税辩护 这是一个无胜算的局面 美国贸易代表最后很有创意感 但又很令人难以自信地搬出公共道德来积极抗辩 他的论点就是 美国人认为中国人的不妥贴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惑的 但这个观点是毫无作用的 对华征收关税在经济、政治和法律上都失败了 证据显然意见 令人不能理解的就是 所有人的预期都是相反的 我们都知道 对经济杠杆的看法是会因人而异 但是对华关税不可能推翻经济理论 我们将在课堂上加倍努力查漏补决以作补充 国会则应收回加征关税的权力 以防滥用301条款 简而言之 美国政府为了压制中国 就不惜损害自身国民的利益 做出搬起石头 打自己脚的愚蠢行为决策 今集讲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及支持 下一集再见